本视频由托贝尔原创制作 在刚刚开幕的日内马车展上 阿斯顿马丁发布了拉空达Vision概念车 据了解 拉空达Vision概念车 正是对于拉空达品牌 未来超豪华纯电动车的发展方向 而预计阿斯顿马丁将会在2023年 相继推出两款基于此设计语言 打造的量产车型 其中首款车型有可能会在2021年亮相 今天咱们就来说说这款车 外观方面 拉空达Vision概念车的设计语言非常寂静 车身线条十分锋利 并且搭配细长的前大灯组 另外新车中间配备有全新的了更多标识 前包围两侧则配备有唤醒LED灯带 点亮后视觉效果十分亮眼 新车采用了对看的设计 并且为了方便后排乘客出入 还配有一个可以向上开启的后门 新车座面采用了非常大胆的设计 极为流畅的直升线条 令这款车具有非常不错的空间动力学性能 新车的开门方式也非常独特 整体为对开门设计 同时还拥有一个向上开的后门 依此能更加方便乘客出入 新车的内饰造型同样大胆 周口台布局非常简洁 运用了大量的碳纤维和陶瓷材料装饰 车内空间非常宽广 拥有四个独立座椅 前排座椅支持180度旋转 能够进一步方便前后排乘客进行面对面交流 动力方面 新车将会采用纯电驱动 并搭配固态电池 满电状态下的最大续航里程将会达到634公里 另外新车还将配备智能4G系统 以及无线充电技术 这款车看起来堪称完美 但首款车型正式亮相还要好几年后 如今轻车行业发展迅速 谁知道几年后又会是怎样发展呢 期待吧